好硬度耶,我很想去,但看到他拍的那个影片之后,我就有点抗拒了 因为那个实在那种环境,实在是感觉就会有点落差啦 OK,落差还蛮大的 而且甚至那个,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上车 你的车厢在哪里,对不对 而且你进去之后的话,可能还上不了车 或者是他跟其他人急啊,都有可能发生 好,这题外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话,第一个,我来介绍一下我自己啦 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其实蛮容易的 你如果Google吴老师的话 第一个找到的应该就我的教学部落格 我教学部落格里面有大概放了快上千篇的文章了吧 因为我教电脑已经超过20年的时间了 虽然我看不出来吧 不过其实我会知水会教电脑 刚开始也不是说我愿意上这个台 是因为我很喜欢分享 然后呢,就会有人 不知道Google吧 找到,然后看到我这些 就会想说找我上课 然后我刚开始,OK啊,没问题 接着就越来越多 然后我越上课 然后越有写部落格 然后越多人看到 越多人找我上课 像这个课也是一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又找到我 如果说时间OK的话 那我当然很乐于 又站在这个台上 OK,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 当然这里面的话 纯粹我觉得是一种兴趣的成分居多 OK,然后我的 第二个可能找到就我YouTube频道 我刚刚讲两万多个订阅 好,那里面观看支出 大概有五百多万个吧 那上面影片数量也大概应该超过两万个吧 OK,也就是说 我在YouTube开始有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上传 所以你也可以在上面找到我 2006年那时候的影片 2006年,大概12年 13年前的影片 OK,所以 所以兼职做一件事情 好吧 那我曾经教过的 目前教最多的 大概就是第一个当然Python 第二个就VBA 那第三个可能就手机APP 第四个可能跟云端有关吧 可能这些比较新东西 那你说我要教的东西 主要以哪部分为主 其实就是最潮的就对了 反正只要是最潮的我都教 那我怎么知道最潮呢 所以我的敏锐度又很高 随时我要吸收一些薪资 那也就是说 如果有些新的潮流出现的话 我就继续去study 继续 开始就可以开这个课了 你不用等到说 你有需要我才开 不会 我先告诉你 这个东西即将流行 所以我开Python 也就是这样 很自然的 然后开 开了之后发现反应都非常好 然后一路就一直开下去了 只有更多 老师你还不要开更多东西 后面东西还没讲到 其实这个入门 后面还有很多 现在AI跟那个深度学习 大家都很想知道 那怎么办 后面我来想一些东西 给各位后面去接着 所以呢 你要了解这新的 现在有这个简单的术语 ABCDE A的话就AI 所以现在最夯的 然后应该人工智慧每天都 你看台积电最近要设计这种 人工智慧的晶片 红海也要 等等的 有没有 那B的话什么 Big Data 这不用讲 大数据 已经流行了好几年了 现在还流行 OK 然后呢 云端的话呢 就C嘛 Cloud 这个已经流行了 在大数据分析前面就流行了 第三个的话 就人脸辨识 但不是 不一定人脸辨识 你可以就影像辨识 或车骸辨识也OK 有没有 你看现在停车场 几乎都是 用辨识 影像辨识部分 OK 所以影像辨识的话呢 未来可能会改变 我们很多事情 也就是以前可能需要用你的眼睛去看的 那未来可能就不需要了 为什么 因为只要你训练它 结合那个AI跟深度学习 那以后那个机器做出来之后呢 你就不需要 像一些作业员每天都要看板子上面 有没有错误 那用人工来看 那现在不用了嘛 用什么 用影像辨识 你就知道这个板子上面有没有错误吧 因为你一个正确的lay out 那跟其他的一比较 你就知道哪里有错误了 或者警察要抓小偷的话 比如说有没有窃到车辆 不用嘛 现在不是车上就装那个什么 车牌辨识嘛 你只要车子一经过之后 哪一台是张车马上出现 马上围捕了 对不对 OK 所以现在当小偷 恐怕也没那么简单的 对不对 OK 而且人脸辨识不用讲 现在电影很多嘛 不过大家会牵涉到隐私权 甚至你那个门口的管制 可不可以用的 你也可以啊 比如说你是公司的那个员工 直接进来 OK 那不是的话呢 就挡下来 管制也OK 太多了啦 只是说这里面可能会牵涉到隐私的问题 再来电动车 当然电动车这边不是只是讲说 把车子变电动的 里面的话其实应该叫智慧车 也就车子本身就是一台 类似什么 智慧型手机一样 里面的话也是可以程式化 也就以后啊 也可以在上面写排阵 你的车 要怎么样 这个这个去客制化都没问题 大概会有这几个方向 那再来的话 我的一些相关资料了 其实压压杀杂 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那主要的话 我有实际上 城市设计的经验超过 大概接近三十年了 OK 然后也有创业经验 然后呢 现在陆陆续续在一些 学校单位啦 推广单位 本来是副业的 快要变主业了 为什么 因为可能反应也还不错啦 开课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所以一路就一直上 然后现在就退到幕后了 因为可能也不需要那么辛苦了 然后再来的话 可以享受一点 可以多一点时间 可以做一些比较 悠哉一点的规划啦 OK 那人本来就这样啦 OK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最近也得了一个什么 最佳人气讲师 OK 这是资奖工资基金会 那之前的话 也颁一个那个什么 卓越贡献 卓越贡献教师 OK 这个是前年的 那文大这边也颁一个叫做 趋势前锋教师 所以 只是 讲一下 还有什么呢 我的证照也接近三十张 我最近才又去考两张Python 为什么要考 其实你说 老师才要考啦 OK 你不去考 你怎么知道你是OK的 而且你考过之后 你可以把经验分享给学生 真的耶 结果有一班 二十四个去考 一样的证照 二十四个全部通过 而且他们真的 非常有自信 非常有信心 考过一张之后 还意犹未见 还想说要考第二张 为什么 因为他看到 老师自己都考过了嘛 对不对 如果我都没考过 他们问我 我会心虚吧 OK 那所以呢 只要有一些新的东西 那我都会先去 准备啦 花一点时间 所以这两张证照 秀一下 那还有 我的YouTube频道 当然我的习惯是 只要有做过 凡走过 必须留下痕迹 OK 人只要走过 也要留下一点东西 否则的话 你十年二十年之后 可能都看不到东西 但还好 我的东西都存在 所以我的 我百年之后 假如啦 OK 讲这个 我的子孙 可以看到我的东西 都存在 而且我会把他放在云端 或者任何一个地方 他想要了解我 很简单 你的阿公 你的真祖父 曾经做过什么事情 看着他们应该也 不至于会太怠惰吧 对不对 发现 哇 原来我们的祖上 原来还有这么认真的 一号人物 不会我扯太远了 OK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那一些 其实证照考试中心 也找我帮忙 审题命题 OK 所以我也是 另外的话 有两本这个上课用书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自己看一下 但是